Hello 大家好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的空瓶器 For some reason 我觉得我前天才做空瓶器 可是我昨天上厕所的时候 发现空瓶的袋子全都满了 所以赶紧趁着天气好 给大家录一个空瓶器 没有任何特别的顺序 就随便拿好 第一个是KELS家的 Ultrafacial Oil Free Toner 首先要说是 大家总觉得KELS是天然的 其实他们家香水啊 Peerband啊 Silicon啊 反正就是不该有的 它全都有 我买这个的原因 主要原因是 这是我男朋友用的 我男朋友他用好多好多通的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KELS呢就相对便宜 这一款呢 它是Peerband Free Silicon Free Fragrance Free 和Oil Free 十几块钱 不需要买那个什么六十多块钱的金帐水 金帐化的水 就这一款 非常好用 然后 就是一般的通的就可以了 接下来第二个是Bosha家的洗盐粉 这款洗盐粉就特别适合 干性肌肤的美眉用 因为它是infused在 那个 Tubaki Oil 可能没有发音 发音不对 但是它 试了一点点水之后呢 那个泡泡就非常的creamy 所以大家想要 试用一个碳酸粉的话 我就特别推荐这个 再说一次 就是Bosha和Fanko是同一个公司的 天啊 我最近才知道 那个Nu Skin要离开 Sephora了 就有现在Sephora网站上面的 Nu Skin全场八折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洗面遮理 卸妆用的 非常非常非常干净 然后味道非常好闻 是一个无添加的牌子 非常推荐大家 我也不知道它要搬到哪里去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尝试 这个品牌的话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咯 algenice家的 Purifying Replenishing Cleanser 这款洗面啊 我已经用了 有两三瓶了 主要原因就是 不添加 然后便宜 又很大一罐 然后是胖的 就放在那个 就是叫做什么 Sink上面 就非常好用 一般的那个洁面产品都是6ounce 这个是5ounce 就非常大 零 哦 这一款不用介绍了吧 我已经用过无数瓶的洗发水 如果你是就是染发 然后想找一个 不会把你颜色洗掉 然后但是你又是游性头皮的 非常推荐这一款 在Amazon上面买到 这两个一起说好了 首先这是精华 里面有2%的Solicella Acid 就如果你有是因为痘痘而引起的各种 疯啊 Irritation啊 可以用这个做精华 里面是0.5%的Solicella Acid 这款是Matte Finish的Day Cream 有SPF15 这两个产品呢 是给我拿Viu用的 它是油性痘痘机 所以这是它的日霜 然后给它一个Matte Finish 这是它的王金金黄 我觉得Miri家的东西 还行 无功不过把 可以maintain 有几个好产品 也有几个不大好的产品 嗯 Fresh家的Pony Pony Brightening Night Treatment Mask 一个美白的晚安面膜 当时他们告诉我是 非常的hydrating 补水保湿 然后可以抑制 黑色素的生长 还可以消掉一些 就是已经形成的黑色素 具体去斑精华 去斑的效果 我是没有看到了 但是呢 的确是蛮 补水蛮保湿的晚上用 而且我喜欢它 是会被吸收的 所以你晚上用的话 也不会觉得 呃 担心枕头会被弄脏 之类的 所以我喜欢 我喜欢这个 Fresh的第二个空瓶是 Rose Hydrating Eye Gel Cream 是一款非常补水 非常保湿的眼霜 而且我喜欢它的那个 Gel Cream Texture 白天用在化妆之前 就非常的棒 这款也是我男朋友的 怪不得东西空瓶的这么快 有一半都是它的 Sofar Mask Dr. Dennis Rose的 我也是推荐过这款 面膜很多次了 喜欢它的原因是 它可以用做白天 用做打底 然后可以用做瓦霜 也可以用做面膜 它们家的Sofar 非常非常的fine 所以会被皮肤吸收 不会sit在上面 非常棒 而且包装也很棒 它就是按上去 然后就出来 所以不会被氧化掉 这是Uli Harrison的 Invigorating Night Treatment 里面含有12种不同的AHA 我没有用在脸上 它其实是一个晚上用的 就是换肤精华 里面有12种不同的酸 但是味道实际上是太臭了 所以我就把它用在身体 就是用在鸡皮疙瘩的那些地方 这个地方会有鸡皮疙瘩呀 然后我腿上会有鸡皮疙瘩 我就用在这上面 有点奢侈 但是味道实际上太臭了 你让我用在脸上 网上睡不着 接下来这款是 Clearance家的瘦脸精华 这个是亚洲配方 具体的效果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但是如果我 就是水肿 或者是晚上喝太多的茶的时候 第二天起来 我就会用前做一下 淋巴汗膜 所以我现在还有 还有第二款 正在用 是一个求安心的产品 这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 精华 Fluid Acid 和Red Null Brightening Spool Shade Dr. Dennis Rose 是家的 这是Travel Size 然后我的Full Size 也刚刚用完 如果你是想要尝试A唇 然后之前从来没有用过的话 我就非常推荐这一款 因为它是白天晚上都能用的 稳定的A唇 这款我也非常推荐 K-Summerville家的 Ery... Erydicate? Oh my god 我的英文 是一个Acne treatment 里面有10% Sulfur 它只能是Spot Treat 有另外一个牌子 好像叫做 Mario's 还是什么的 就绿色的 也是这样一个粉 粉红色的粉 但是包装是绿色的 那个很流行 但它里面只有5% Sulfur 这个是Tempel Set 非常强 哦!千万不能摇它 就是你买回来的时候 是一半粉红色 一半透明的 大家都喜欢去摇它 不能摇 NARS家的 Radiant Creamy Concealer 遮盖力非常好 非常的creamy 非常适合用在嘴边 或者是眼角 就是眼睛下方 黑眼圈 不会干掉 很OK 遮瑕力很棒 我下次买的话 我会买它家的Travel Size 因为这个我买了 大半年之后感觉有点干 嗯 然后因为它那样的Applicator 我怕它会长细菌 所以其实没有完全公平 但是我不会在意我 所以下次买的话 我买个Travel Size 这个我也应该还会再回购 是Dior家的Lip Glow 它新出了一个紫色的哦 所以我就想 用那个 我就想买那个 夏天用这色粉红色的 我喜欢它的原因是 它给你一个 就是给你一个好气色 然后保湿的功能也不错 嗯 Flash家的会稍微 嗯 比较有力 就是Flash家那个油 会给你一个好气色 但如果你不小心放在车里面啊 或者是你放在口袋里 太热了 它就会淋不掉 这一款就不会 Bumble & Bumble家的 Invisible Oil Heat & UV Primer Protection 味道非常的好闻 然后非常适合头发干的时候 然后你要做造型来喷 不要让它 头发被烫发这样子 因为我头发湿的时候 我用的是另外一款 这款就非常适合干头发的时候 最后一个产品 Dia Real Benefit加的 Dia Real Mascara 是我最喜欢的一款 因为我特别喜欢 就是这种 嗯 塑料的根根分明的刷头 然后价格也很便宜 好了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thumbs up 嗯 要鼓励鼓励我 说到最新视频 我这个月的月底要回国 三个星期 我会尽量录多一些视频 然后schedule它去upload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就是让每个星期都有一个新的视频 嗯 那主要我跟大家说这个的原因是 那我就没有办法回复大家的问题 因为你知道国内是不能用那个youtube的嘛 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就在微信上面给我留言 或者是私信我就好啦 Alright Bye